你 雨晴 她都近期半天了 我们也不敢打扰 要不然你进去看看 你俩休息会儿吧 我去跟她说说 你够了 我去跟她说 你够了 日月 就会够了 你够了 你够了 我够了 雨晴 我知道爸 一直不喜欢自己 好有怕自己心里的事 所以我一直努力地去迷不他 我一直以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会是这样 该怎么办呀 现在 姐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特别不好过 但你放心 我们都是你背后的后盾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理也好 不理也好 我们都支持你 姐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特别的坚强的人 你一定要挺住 知道吗 我 谢谢雨晴 我走了 好嘞 王总 那合同方面您需要有什么调整 直接跟我说 我随时 好嘞 好嘞 过两天我请您吃饭 好 请进 拜拜 拜拜 你 志先生 好点了吧 我 我带给我点良品铺子来 过来看看你 放这儿吧 爸 你还来干嘛呀 我今儿来 主要是为了多云 您有什么您的直说 志军 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一直不够热情 不够好 我知道你心里边怨恨我 我不怪你 都是我的错 我跟你说什么对不起 可是多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那个 你们两个离婚这事 你看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不 既然我已经决定了 那就说明 我考虑清楚了 是这样 我跟多云现在 真的已经没有感情了 还是让我们俩尽早 离婚 各自给各自一个机会 不不不 你怎么能说 你们两个没感情啊呢 志军 你冷静地想想 想想你们两个 当初在一起的日子 当初你们两个那是 白手起家呀 租房子结的婚 是吧 多云为了不给你们 咱增加负担 一分钱彩礼都没有 是不是 还 还把自个省吃俭用 攒下来的两万多块钱 交给家里了 他非说是 你们家给的彩礼钱 这么多年 你们两个一块 过过苦日子呀 对不对 现在 生活是越来越好 那怎么能说不过 就不过了呢 是吧 你再想起 你们两个真离了婚 那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我带 你不用多云付抚养费 他随时想看孩子随时来 那如果说 他舍不到孩子的话 也可以跟他 我付抚养费 你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是 志决 我 我给你受过的委屈 我给你道歉 你给我个面子 我跟你说真对不起 我给你鞠躬了 对不起我请你原谅 你真的 你原谅了我再起来 要不然我不会起来我 你这样吧 你 你千万别这样 你这是干吗呀 我家家人当着成年人 不是说 这 这离婚那事 你鞠个宫道个歉 就解决了的 对不对 这是两个家庭出现矛盾 这出现裂痕了 这没法解决了 真的吧 我 我求您了 您就让我们俩分开 就让我们彻底断了得了 行不行 怎么办 快 快快快点 我 你 你 乔乔 你现在在哪儿啊 什么时候来医院今天 志军哥 我今天有点事 不能去医院了 这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我爸做检查 我得陪一趟 这 这是正事 赶紧去 赶紧陪你老 老爸去 就别过来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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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